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一生再三的提醒,不如老年就流失的快 不想老了干憋,这两件事一定要做 62岁的张大爷近期总是感觉到爬楼梯费劲 而且经常的踏空,甚至在家中滑倒 他平时是个热爱运动的人 喜欢登山和跳广场舞 但是现在这些活动都成了负担 家人很是担心他,带他去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诊断,他患上了肌肉衰减综合征 也就是俗称的肌少症 张大爷听后非常的震惊 他不相信,自己会得这个病 医生解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的肌肉的质量会自然的减少 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 一,老年人肌肉流失的速度 俗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肌肉功能下降可能始于35岁左右 50岁后开始加速的下降 60岁后进展加剧 75岁后下降的速度达到了顶峰 50岁以后,人体的骨骼肌的量会逐渐的减少 肌力也会逐渐的下降 更容易的会发生肌少症 肌少症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 也称为是肌肉衰退综合征 或者是骨骼肌流失 其主要的特征是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的减少 患者可能会出现走路变慢 站立困难,无法的提重物 容易跌倒,甚至是骨折等的情况 有时也会伴随不明原因的 体重下降,乏力等的问题 肌肉的衰退最先发生在上臂和大腿部位 随着增磷,这里的肌肉变得更加的松软 力量不足,活动也由此减少 而越是扫动,肌肉的机能越差 如此进入了二性循环 很多慢性病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最典型的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足以引起关心病、脑中风 癌症的慢病支援 几少症不仅会影响身体的功能 还可能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独立性 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因此预防和治疗几少症 对于保持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至关重要的 二、如何的拯救肌扫症 一、蛋白质 维持肌肉健康 维持肌肉健康的关键之一是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骨骼肌的重要组分 体内蛋白质含量和骨骼肌的质量密切的相关 中老年人由于消化功能减退 饮食摄入减少 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会下降 就会常导致蛋白质缺乏 补充蛋白质既可以促进肌肉合成 又可以防止因卧床而导致的肌肉质量的减少 补充量安身后 骨骼肌蛋白质的合成明显增加 肌肉功能也得到了提升 一般建议老年人 每公斤体重摄入1.2到1.5克的蛋白质 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通过饮食和运动管理积少症的中老年人来说 合理的蛋白质摄入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应该尽量的选择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动物来源蛋白 肌肉增长的优质选择 动物蛋白由肌肉鱼肉蛋类 因此包含了人体必须的所有的氨基酸 被认为是促进肌肉增长和维护的最佳来源 每天摄入适量的高质量的动物蛋白 可以有效的支持肌肉的恢复和重建 2.植物来源蛋白 多样性的营养补充 物类坚果全五物等植物性的食物 虽然其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可能不及动物蛋白 但它们提供了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其他重要的营养素 适当结合动植物蛋白 能够为身体提供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3.乳制品 强健骨骼 支持肌肉 乳制品不仅是富含高质量的蛋白质 还含有钙和维生素D 对于维护骨骼的健康和肌肉的功能至关重要 例如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份酸奶 是早餐和加餐的理想的选择 患有肝脏和肾脏疾病的老年人则要注意 在增加蛋白质摄入量的时候 尽量在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 根据具体的情况量身定造适宜的蛋白质的适用目标 与确保营养适入与身体健康相协调 蛋白质的适用不应该是偶尔的补充 而是每餐都需要考虑的重要组成 根据个人的活动水平 年龄和健康状况 调整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 二、运动练出好激励 单纯的补充蛋白质 引起的肌肉蛋白合成增加是短暂的 进餐两到三个小时后 肌肉蛋白合成就又回到了原有的水平 但运动后可以刺激肌肉蛋白的合成 持续的长达24到48个小时 因此击少症的预防和治疗 除了蛋白质的补充还要结合运动 力量训练 肌肉的守护神 力量训练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 更是中老年人维持健康生活的关键 简单的力量练习 比如哑铃举 俯卧撑 可以显著的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质量 对抗肌扫症 开始时选择轻重量的哑铃 关注动作的正确性 逐渐的增加重量和复杂度 时间表明 每周进行2到3次 每次30分钟的力量训练 可以有效的提升肌肉的强度 改善肌肉的结构 减少几少症的风险 同时也降低了慢性疾病的风险 三 健康把老年化生活方式建议 单餐规律 食物多样化 保持饮食的多样性 确保摄入充足的营养 包括蛋白质 蔬菜 水果 和全穀物 老年人每天至少应该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 包括早餐的主食 鸡蛋 奶 蔬菜 和水果 以及中餐和晚餐的主食 荤菜 蔬菜 和豆制品 此外 老年人可以积极的参与 食材准备和烹饪 尝试不同的食物品种和烹调的方法 制作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 以确保获得多样化的营养 二 坚持锻炼 定期锻炼可以帮助维持肌肉和骨骼的健康 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有选择性的坚持锻炼 如每日坚持到户外散步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帮助促进新陈代谢 保持筋骨强健 还可以增强心肺活力 也可以通过坐操 打胎极拳 跳广场舞 游泳等的运动 来加强学的循环 提高新陈代谢的能力 更好地去预防疾病的发生 三 定期体检 定期体检是筛查疾病的最好方法之一 老年常见的体检项目包括心肺功能检测 骨密度的测量 肿瘤标志物的测量 头颅CT和核齿共振 颜底检查和前列腺检查等 建议老年人每半年一次 拥有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 按照自身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体检项目 让疾病更加的无处可逃 四 保持好心情 2022年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孤独 恐惧 抑郁等的负面情绪 可能显著地加速了衰老 并可能使机体的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 危害甚至大于抽烟 积极的心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尤为重要 心态好了 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减轻压力并提高生活质量 几少症一词可能听起来遥远而陌生 但其实它正悄悄地影响着 许多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更逐渐地成为影响健康和智力生活的隐形威胁 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引起重视 并及早地做好预防 让你远离几少症 拥抱充满活力的晚年生活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